如果你是不考慮 后座的空间运用功能的 多金熟男的话 也许接下来这款车 可能就是你的菜了 我们在台北车展上面 有看到B&W的M850i 大家都说 它是目前最好看的B&W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没错 怪你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熟男一定要选 这种家庭取向的车呢 它可能其实也可以有 很个性化的展现 如果你的 应该说我们在购车时候的 预算的考量 你的家里可能不是只有一台车 你可能平常家庭用车的时候 就可能有一台例如A6 Avant 这种这么棒的一个选择的话 你也有其他的金额可以做运用 我相信B&W的8系列 就是一个你非常非常好的去 怎么说实践自我吗 或是奢华浪费的一种展现 我想男生看到这款车都会点头答应 对 就是心目中梦幻的老婆大人 就像冠宜讲的 8系列新的世代推出之后 可以说是在B&W这个品牌 很多人就说它是最帅的B&W 其实在1989年 第一代的8系列推出的时候 爱达说它也有一台过 这个车就已经被当时的人 誉为说它的GT的整体流畅性 以及它很多设计的细节 就是当今世代的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跑车 到了8系列其实也是一样 那它引进台湾 其实都是比较偏高规格的版本 尤其我们现场这一台 不是M8 它是M850i 它是M Performance的车系 在这个编程的规划下 其实它的车价将近700万 但是今天现场这一台 冠宜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 它我本来以为 它是不是某一个车主拿去改装 比如说做了这个消光的处理 然后很多的carbon的释调 对 所以是总代理的车 没错 这是总代理的范德车 而且这一台车 因为算是比较偏展示的用途 所以它有非常多零零钟总的选配 反正它加起来总售价 绝对已经超过700%很多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当然这个外观的造型 基本上你买到M850i 大同小异 而且双盛型的水扇护照 已经放大很多了它的尺寸 那它其实现在是关闭的 所以它具备有主动的起闭的功能 但是这个材质 它属于高光泽的这种亮配 这个高光泽是选的是不是 对 因为它其实跟一般的M Performance 那种有点消光的度势 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高光泽亮黑 以及包含窗框的部分 它都也是用上这一种材质 了解 那在下面的部分 下气霸我们可以看到 造型非常的运动化 而且有加上很多CM FIVER 碳纤维的材质 对 这个部分也是做选配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这种进去投的地方 这些饰条都是用选配的 没错 那我们视线稍微往上一点点 它在两侧的头灯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里面 有一点点蓝色的色彩 所以它是具备有雷射的光源 这是标配雷射头灯 在他们的旗舰车款上 它在侧面有写 B&W Laser 对 那关于讲到这个车漆 其实这个不是包膜 这个是原厂真的考出来的车色 对 它的名字很长 但是反正大概就是消光辉 这个选配价要将近20万新台币 整车的考栖 合理 以700万来说 它的选价 真的很漂亮 我们现场看实车非常漂亮 而且它其实消光 可是你看到很多这种亮亮的 有点反光折射 这个在考栖的哲学上 是还蛮深厚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 因为消光的颜色 反而让它整个引擎盖 它的所有肌肉的那种线条 都呈现出来 对 很明显 好 我们再来往车侧看一下 其实这种大型的GT 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它车身的这种线条 对不对 但首先在它的 我们刚刚有讲一些选配的部分 对 碳纤维的包含它的Air Breather 全部都是碳纤维 那在轮圈的部分 也换上了M Performance专属的一个部品 也是选配 对 其实有一点点金色 对 有香槟金的感觉 对 它的整体的尺码 跟运动化的感受 我觉得都有再提升一点点 好好看喔 对 来到车侧 我觉得冠仪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车顶也是选的吗 你刚刚讲很多那个Carbon的试图 对 这个碳纤维在台湾引进的850 Coupé的车型上是标准的配备 但是包含刚刚讲这个窗框 下面的碳纤维 这个就是选配的 但是我觉得消光跟亮色的搭配起来 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充满了速杀之气 对 好 再来我们请冠仪 我们是不是进车内来看一下 它其实里面也有一堆 你说这是GT跑车吗 对 很特别的东西 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些好逼用 很难做 真的 穿裙子会有点不方便 哇 B&W的味道 对 你觉得这个内装 应该算是熟悉吧 对 非常熟悉 而且它的味道我也很熟悉 味道也很熟 其实它的设计基本上和 它一些旗舰的车款 特别是从B&W X5这个世代推出之后 基本上都相同 不管是12.3寸的仪表 10.25寸的一个中控的荧幕 都是标准的配备 都是全数位化的显示 那关于右手边的部分 现在碰的是水晶的拍档头座 这个地方 对 它整个是水晶套件 也是算是旗舰车款的标配 我们在X7上面也有看到 施华弱势旗 知名的品牌 没错 既然它的车名叫8系列 所以它的定位 其实是比7系列的旗舰 稍微再更往上一点点 虽然它车上并没有 像7系列一样 有什么carbon cold的名牌 但是它的车体也是用 碳纤维复合材质所打造 在下面M80i的门槛 其实上面就有写了 它的整体的重量 其实比同级的 不论是可能 S-Class Coupe 或是Lexus的LC 稍微再轻上一点点 对 而且你看 像它车顶 就是也包含了用几皮 跟它皮质的来做一个搭配 我觉得很好 就是感觉在运动化的氛围之中 又有一点奢华感 只是事情你讲说 它算是属于比较旗舰的车款 因为是8系列 可是我觉得它的为什么 它前面的腿靠 还是用手动的 不是应该用电动的吗 我没记错的话 它的多项驾驶的调整 是可以做选配的 真的喔 我没有记错的话 但是关于你现在做的这两张 这不是一般的椅子 这是M的跑车座椅 这两张就要10万块了 所以其实它真的选配了 非常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种高端GT车种 给车主非常多客制化范围 一个很棒的地方 每个人都可以开出去的8系列 都长得不一样 在自己的跑车的这种个性 感觉上是好爸爸 但是你自己要享受这种过程的时候 都可以展现出自己的风格 所以如果说家里有另外一台车 比较实用性的 可是你自己要想要有帅气度的话 这款车其实8的GT就蛮好的选择了 如果你是多金的熟男的话 如果你总是以家庭为第一考量的成熟男人的话 除了在实用性上面的选车之外 你想要多一点点的帅气的话 也许去年改款的GLE 就是你很好的选择了 Michael现场这一款 它其实在基础上 它有选择了AMG的套件对不对 对 没错 这台GLE事实上是300D车型 但是300D在整个车系里面是入门的 它还有350D 就是比它动力再强一点 是变6缸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450 但450它是汽油引擎 是有汽油的直流双涡轮增压的设计 我们看到这台300D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demo示范 它把全车都装上了AMG Line的 动感的外观套件 我觉得很好 因为它是入门车款 可是我又想要有帅度的话 加点AMG Line 其实是可以 你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 或者你不需要那么大动力的时候 你就用这样子的比较小一点的引擎 然后来搭一个漂亮的外观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水箱护照 因为是AMG Line 它就不再是比较简单的双杠 而是之前刚刚冠妮有讲的 像是钻石的样子的 点点的这样的星光式的设计 我们另外看到车侧的部分 它的灯车踏板其实是标准配备 标准配备 但是轮拱的部分就是AMG Line 这个外观空力套件才有的 你看它特别包出来的这种铜色的轮拱 尤其是后面 后面的后轮拱 它有点像这个小鲍龟 小鲍龟这样设计 因为它非常的突兀 所以你很容易看得出来 它后轮拱比较突出 它的造型是很夸张的 就是让一眼就可以 看起到它的这个部分 包括轮圈的部分 轮圈的话因为是这个 同样是一套的AMG Line 所以它已经升级到20吋 你这样子看起来不太像20吋 因为它轮拱实在太大了 对啊 我们刚刚还在猜 这个大概18 19吋 但事实上它已经到20吋的等级了 所以在外观上面看来 就是跟这台车就跟当初在广告上面 那台在跟车那台很漂亮的一样 就是一个很动感的设计 那这台车在内装上面 它同样也有AMG Line的package在里面 所以你打开门的时候 它原本是一个三幅的跑车方向盘 那现在看到它会是一个三幅平底式的AMG方向盘 那座椅的设定的包覆性也会比较好 那纯粹就是搭配整个外观 内装的一个动感设计 包含让你在操控的时候 有更好的一个支撑性 那其实它内装比较特别的在于 它有一个12.3寸 两个12.3寸的这个双萤幕 包含仪表板 还有中控的这个触控萤幕 都是12.3寸的彩色 就是像我们看到在这个X-Class上面 也是像这样的铺盏 还是延续了这个concept下来 然后整个中控台 我个人觉得 它是走比较美系的简约的设计 美系的简约设计 它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按键 因为当然所有东西都已经整合在 触控萤幕上面 但是质感各方面 其实做的还算是不错 然后最主要是它的空间 它空间实在是 虽然没有比上一代大很多 但是它原本就够大了 所以你坐在后座 那个空间感实在是非常的棒 而且甚至于包括它行李箱的空间 行李箱是不得了 非常的惊人 对不对 对 你打开这个电动行李箱 它基本的容量 行李箱容量就630升了 如果说再把这个424的座椅往前倒 它的容量可以到超过2000公升 是非常不得了 尤其是我比较惊讶的 它居然在去年的销售 还赢过了X5 BMW X5 这让我非常的惊讶 其实因为在这个市场 在这个大型SUV市场 向来是X5的天下 它的量通常会比较大 但居然在这一次GLE 赢过了X525D的步 它现在最入门的是25D 它的售价是289万 但是这个300D 如果是基本款的话是298万 事实上价钱有差距了 但是动力的话还是300D 稍微大一点点 X5小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 我个人认为还是在这个 宾室的设计 就是走这种大众 大众都会喜欢的 对 就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 它的设计 它大部分都可以接受 或许我们会觉得 它没有那么的跳 没有像X5那么跳 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它很稳重 它很沉稳 就是动静皆宜 可是以它的车身什么来讲 看起来真的还蛮大的 它是真的蛮大的 它车长就差不多快5米了 车长就差不多快5米了 那不是跟刚才的 Audi A6差不多 差不多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我为什么会喜欢旅行车 我为什么会喜欢SUV的原因 是因为旅行车的最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是因为它的车顶 它的车顶 后座的车顶高度 这个开阔感就绝对没有像同级的 同尺寸的SUV来得到 当然在人的时候各方面 你会觉得还是就少一点东西了 想要拥有票汉的性能 同时要兼具节能 更重要的还要有安全性 这什么都要的话 接下来这一款 Volvo的XC60 T8的Postar 会不会让你断了理智线呢 小叶 确实 因为我们刚才都在讲说 熟男可能买车的时候 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自助弊较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 它希望买到的东西是物有所值 真的 对 那这台我觉得XC60 T8 Postar 真的是物有所值的极致 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 它用319万的价格可以买到什么 XC60我相信大家不陌生 大概是这种中型的豪华休旅车的代表之一 那它用2.0升的引擎 它是汽油的为敌 那有机械增压 涡轮增压 再加上电的话加持到 经过Postar最后再听过 它已经到422匹最大马力 422匹 你看同级对手没有一个东西 在同样的价格中 没有一个这么大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很大的关键是 422匹的最大马力 2.0升的税金负担以外 它有超过45一公升每公里的 油耗表现 是不是很均匀 非常棒 外观 内装相当专属的设计 你说什么 未经许可,不得了 年轻人数据 那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